花蓮日式農場內鴨群搖頭晃腦亂逛亂走 明明是假日但因為地震土石流影響 遊客不敢來 鴨子都比觀光客還要多 藍天白雲好天氣 北濱公園附近也不見細水民眾 就連垂吊客都少之又少 空蕩蕩一片 直擊花蓮多個知名景點都沒有人 游客最怕瞬間強降雨 只能樂觀祈禱不要有狀況 儘管觀光署就零四零三陣後復蘇 已經加碼住房補助 但因為土石流意外 讓本來就低的住房率又產生波動 原先我們訂房率大約只有百分之十五左右 那在火車事故之後 退訂或者是延期的取消比例不到百分之一 不只觀光業受到影響 餐飲業也慘兮兮 智慧餐飲科技業者分析 跟去年同期相比 花蓮餐飲景氣衰退百分之四十七 台東衰退百分之三十三 以觀光為主打的花東 G203受到大自然影響 在地業者只能祈求 老天好心賞臉 別再突然變臉 三雄黃鬼旅園 李安寶綜合報導 很棒努力不足 左下 感谢观看